大家好,这里是Jeff科技视角 今天再跟大家讲一讲中国的跨境电商业务在美国目前遭受的一些很严重的挑战 以及题目在运营过程中间的一些调整 包括调整后面可能还会存在的一些风险 那么首先这个事情要从美国执法部门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的跨境低值免税包裹的严格核查开始讲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Information的报道 美国的相关的执法部门针对来自中国的这种低值的电商的进口的包裹进行严格的核查 那么这个核查是由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起的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所谓的CBP 那么CBP上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31号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公告 讲到说他们现在正在开展严厉打击跨境电子商务违规的情况 确保所有的跨境的低值免税包裹都符合美国的法律和相关的税务规则 那么在这次打击的活动中间 海关的代理人受到特别的关注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跨境电商实际上在报关进口的这个环节是通过代理人来进行的 就他们自己不会直接进行 当然因为是海关代理人对于流程比较熟悉 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源配合 所以呢 这次美国的海关跟边境保护局CBP专门核查这个海关代理人 一旦发现违规就针对海关代理人进行严厉的处罚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 这个美国针对进口的这种跨境的低值的包裹是采取免税的措施 这个措施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 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个进口税是免的 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处理流程特别快 就是基本上你 他报什么 你的海关就相信你报的是对的 基本上不做核查 或者说是以非常低的比例进行抽查 所以大部分包裹直接很快就会进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跨境电商广泛的采用这样的方式 一方面免税 另一方面呢处理速度特别快 也避免了这个在路上的耽搁 你就基本上美国的客户下单 10天或者多一点 你就可以拿到货了 你想这个是整个跨境流程 包括跨境物流全部做完 也就是花这么些时间 所以单是这个入境这个环节 实际上它的操作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那么这个快速报关的这个过程呢 在这个海关这边呢 叫做这个Entry Type 86 就是所谓的第86类的这个跨境地址包裹入关 那么这次的执法行动呢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Entry Type 86的一个压力测试 那么做金融的或者是尤其是做贷款呢 是对压力测试这个词非常清楚啊 这个压力测试基本上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所以呢 这次买美国海关跟边境保护局CPP 做的压力测试呢 就是抽一些海关代理人 然后呢 针对你这个代理人进来的这些跨境地址免税包裹 挨个打开 或者说起码我可能抽差50% 甚至更高的比例 看一下你实际的 第一 你包裹里头的东西和你申报的代码是不是一致 有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 对吧 第二 看你包裹里头 你说是低于800美元 是不是真的全部都低于800美元 第三 你进来的因为实际上是电商的产品 对吧 你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市场标准 那么当然里头有包括安全性的标准 对吧 如果你是玩具的话 给小孩 你是不是和你标定的这个年龄范围是一致的 那么你这个玩具有没有一些小的部件 导致孩子有这个吞入的风险 这个都是你这个品类的商品 必须要遵循的美国的标准 以及你的材料里头有没有有害的 有污染的物质 符合美国的这个环境友好的一些标准 以及相关的比如说一些纺织品 那么你的来源是不是 有包含 就是被制裁的这些地区的来源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类似于强迫劳动的 这样的一些 风险在里面 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海关跟编辑保护局需要去核查的 所以你想想这个工作量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那么正是因为工作量很大 而且目前从压力测试的情况来看的话 并不特别好 有些代理人已经被叫停了 就是暂停你这个报官进口的资格 所以呢有大量的 据说有几千吨的商品 现在都被积压在海关 那么而且这个数量越来越多 那么整个核查应该开始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上个星期五只是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正式发出公告而已 那么现在媒体正式披露的已经被暂停的海关代代理人 其中一家叫做Seqo Logistics 是一家比较大的海关代理人 这家公司的已经向自己的客户发出信函 披露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代理进口的这个货已经有被核查出来 有很大比例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海关代理资格已经被这个海关跟边境保护局叫停了 那么在暂时你交给我的货全部都没有办法通关 所以呢 这个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家披露的 还有其他不少家 那么可能也被叫暂停了 只是没有正式公开披露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海关跟边境保护局在他的这个声明里头说 任何被暂停的海关代理人 如果向美国海关跟边境保护局证明自己已经制定了 并且实施了完善的补救措施 那么可以被监管部门考虑恢复代理人资格 可以继续完成报关的进口的这个流程 那么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是有点像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自查整改 你自己查一下 现在已经发现你是有很多违规的问题了 你自己查一下 你提出一个整改的计划 然后呢 报给监管部门审核 监管部门看一下 觉得你的这个 自查整改计划是有诚意的 效果是很有可能能够有很大的提升的 那好批准你 OK 你就照着这个计划整改吧 那就可以放行 让你继续恢复你的这个代理人的职责 那么类似于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整个过程呢 其实听起来还是比较像是有中国特色的了 那么应该说这次有关Entry Type 86的这个压力测试的 核查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来源的电商的商品 尤其是针对大陆来的这些货机航班里头的相关的商品 所以呢 这次 从中国到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航班跟包机 货运包机甚至都暂停了 确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已经有多批所谓的非法货物被扣押了 这个呢 应该说影响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月了 只是最近 这个海关跟边境保护局刚刚披露了这个信息 大家才知道 现在已经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当然在这个 披露的就上个星期五的公告里头 美国的这个海关跟边境保护局也说了 提到了一些不法分子正在利用这个跨境地质包裹 把用于生产或者合成一些非法药物的材料 或者其他的一些伪净品 运入美国 包括和芬泰尼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似化学合成药品相关的一些东东西 所以这个目前看来应该是已经查到一些案例了 所以确实 美国政府嘛 对吧 他需要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居民去做一些相关的核查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既然这次影响面这么大 实际上也从一个程度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向美国这个出口的这个跨境的电商 尤其是这种跨境地质包裹里头确实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那么这个模式呢 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进口有有关那么海关的更多的是从这个货物的合规以及这个税务核查的角度来去管 但不管怎么说多个执法门已经盯上来了 而且呢用这个非常不太一样的操作方式来进行监管 因为正常美国更多的可能会比如说现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呃 那法令是允许低于800美元的这个地质包裹可以快速的免税的进入到美国 如果美国希望去堵上这个漏洞或者是希望去提高核查标准 他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去补这个漏洞 那这次呢虽然立法机构一直在嚷嚷着要去啊立法 但是实际啊并没有已经走完流程的法令出来 那么这次完全是行政机构通过自己的加强自己的执法 来提高执法标准来限制这个中国跨境电商利用低值 包括免税进入美国的这个便利通道 这个漏洞呢目前看来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小 所以呢这个对于目前中国的这些电商企业题目也好 适应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未来如果这条路彻底被堵上了 哪怕是没有新的法令出来 但是执法机构本身就通过自己的这个强监管的方式 要把这个漏洞堵上 那说实话他们应该是挺难受的 因为现在牵扯到的不光是这些平台 更多的是这个海关代理人 他直接把压力加到海关代理人身上 要求海关代理人去合规的进行这个海关进口 那么最终压力会一级一级传到这个跨境电商的平台上 所以这个漏洞一旦缩小的话 他们的这个便利以及免税的相关的优惠可能也会越来越小 当然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这些低值包裹 你做一个有益的补充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主流的进口渠道 我觉得就有一定程度的滥用了嫌疑 因为你的主流的进口主流的商品 肯定还是要通过主流的这种 基于大宗的这个集装箱级别的这种 这个采购入关报关进口纳税 然后在本地销售这样的一个流程方式进行 才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如果你用这种蚂蚁雄兵海量包裹的方式进来的话 不管是从商品本身的喝茶 从纳税还是从以后的服务 实际上都天然的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到底还能够走多远 我是会有一些怀疑的 会要打一些大大的问号 这是一个 这个就是有关 我发的这个微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的解释 那么当然其中还提到这个 Timo的这个orange bag的这个改变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Timo 他是在国内统一完成了这个包裹的封装 然后之后通过跨境包裹进来 他呢这些包裹呢 自己都是打上了Timo的logo 就是用他的这个logo的颜色就橙色嘛 所以是橙色的袋子 结果呢在这次的压力测试的情况下呢 橙色的这个袋子反而成为 这个美国执法部门货物检查的重点了 我只要看到橙色的袋子 是这个海外代理人 我要在这个海外代理人的这个 曝光的货品下进行核查 只要发现橙色的袋子必查 那么对于Timo来说就压力很大了 对不对 他人家相当于盯着你的这个logo去查 那么这时候呢 Timo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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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了相应的改变 Timo呢 改变了在美国的包装 不再使用带有Timo橙色品牌 跟灰镖的袋子 而是使用普通的那种灰色的袋子 就混迹于普通的这种 这个地址包裹 这样的话呢 就是避免自己的袋子 专门拎出来被美国的海外去核查 当然了Timo自己说 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等等等等 但是大家可能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知道最近还有哪些朋友 在美国的朋友 在Timo上订过东西 最近半个月 如果你订过东西的话 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或者说再往后的时间 你可以看看 你收到货品的这个包装 是带有Timo的标志 还是用的普通的这个灰黑色的袋子 这个直接就是说明了Timo 也发现了这一点 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Timo目前被迫 由全托管模式 向半托管模式转型 那么就是 这也是这个来自的Information的报道 我这边呢 也给出了一个大概的解释 那么没有解释太多 所以我今天详细的在视频里头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Timo呢 从这个去年开始 就实际上还要更早一点 开始呢 就推这个所谓的全托管模式 我们知道这个Timo 他理想中间最好的 商家是谁呢 其实他希望的最好的商家 是生产厂商 就是因为生产厂商 能够给出的这个价格 一定是最低的 你没有中间环节嘛 对接到这个原始的制造商 同时呢 生产厂商往往 他的这个营销能力是非常弱的 他的强项是在生产 但是呢 他可能没有自己的品牌 更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 所以他需要依赖于Timo啊 或者是外贸出口商啊 帮他去完成 自己商品的批发和零售 那么这时候 如果Timo对接生产商的话 一方面他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 另一方面呢 他的这个对 他的这个合作伙伴 在营销方面的 这个Bugging Power是非常弱的 他不懂这个 所以呢 Timo就可以在对接生产厂商的基础上呢 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同时就可以让自己的这个产品 真正零售的价格最低 因为他能够拿到的价格 批发价格是最最低的 所以他最终放到自己的货架上 零售的价格也是最低的 那么对于生产厂商 这是不是好事情呢 一定程度上是的 因为他不用操心 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生产厂商 如果他自己在亚马逊 或者是在这个自己建一个独立站去运营的话 很麻烦呀 你想想他要专门有一个团队去做营销 去做订单处理 还要去管这个客户下单之后的 对吧 还是跨跨境的 从投诚物流到最终的物流中间 还有这个打包发货 订单管理客服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生产厂商搞不定的 他宁愿去简单一点 包给一家 你都帮我搞定了 我只要负责供货 去确定价格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去年 全年以来 T木猛推全托管模式的最重要的一个优势 对于生产厂商 对于T木来说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在美国监管部门的推动下 这个全托管模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从监管方面的挑战 我们知道 美国的监管部门一直是加大力度审视 这个T木和时应等等这些跨境电商企业的 那么审视的过程中间 除了有关的税务方面的问题之外 还审视平台上销售的商品合规存在的问题 就是这个合规 就是我前面其实也提到了 包括商品本身的安全性的合规 就包括我前面讲到的 你是玩具的话 你的标定的年龄区域和你商品本身是不是匹配的 对吧 你适合三到五岁玩的 那是不是确实是适合三到五岁玩 有没有小零件 小孩容易被吞掉活动的小零件 然后你的材料对于小孩来说是不是安全的 以及其他的一些使用方面的一些合规的要求 当然也包括强迫劳动方面的合规 就所谓的这个供应链道德方面的合规 那么T木呢 他一直以来的回应说 我是一个独立的卖场 我是一个marketplace 我只是提供一个销售的平台 我像亚马逊一样 那么我不需要 我也不应该为这些商家销售的商品负责 我只是提供一个这个售卖的平台 至于谁在卖什么 卖的这个东西合不合规 那么一旦谁卖了不合规的商品 请监管部门直接去处罚这些商家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去配合 提供这些商家相关的信息 但是我不应该为这些违规的商品 去承担额外的责任 包括这个如果造成伤害的赔付的责任 或者是监管部门开罚单的时候 到底是谁去配这个罚单 诸如此类的东西 对吧 但是这个你仔细想一想 在天幕平台上卖的商家是谁 都是国内的这些这个制造商 或者是国内的这些外贸商 那么他们在美国境内 有没有东西能够供监管部门执法吗 除了货之外 几乎是没有的 换句话说 他真的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美国的监管部门 想对这个商家进行处罚 都是很难的 因为你基本上拿不到 什么可处罚的东西 对吧 这个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讲 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问题 听起来说 你只要憋着说 我猛干一票 然后一旦出了事 我的这个商店一关 我的商家 这个一注销 我就可以另起炉灶 再干一个新的了 对吧 因为你人在中国 你只要不去美国 美国的执法部门 是抓不到你的 那么 如果您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应该说 您的感觉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执法部门 对于T木提供的这种 全托管模式 已经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这个 目前在T木平台上 销售的这些商品 并不是完全独立销售的商品 换句话说 平台和商品之间 是一个错综复杂的 协同的关系 你不能完全把T木认定为 像亚马逊一样的 完全独立的第三方销售平台 我们知道 T木 他的这种全托管模式 一直采用的是 保姆式的 首先 你的这个供应商 只需要负责 价格 发货 包括前面的 先发样品 样品 T木这边确认 OK 没问题 之后 确定价格发货 剩下的事情 全部都是由T木来管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全托管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甚至说连包括价格本身 T木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因为T木采用的是 价格赛马 就是同样的商品 价低者得 谁给的价格越低 我就 我T木就越会把这个商品 列为首选的商品 放到我的平台上上架 那么 而且呢 如果你并不是最低价格 我后台还会推你 告诉你 你当前的这个出价 是我不满意的 你必须要降多少钱 然后我才能够 接受你当前的这个出价 对应的商品 然后把你的商品上架 就是这种价格赛马方式 让监管部门认为 T木的这种全托管模式 商品和平台之间 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而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那么在这Information的报道里头说 根据T木的这个五家供应商提供的非公开的信息 显示 这个T木和供应商签订的这个卖方协议审查 以及T木系统的截图里头 这个发现 T木呢 很多的时候会和这个工厂的运营之间的进行非常频繁的沟通 甚至进行所谓的micro manager micro management 就所谓的微操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讲工是微操大师 那么T木呢 在这个和供应商工厂的这个协同过程中 也有大量的这种微操的管理 他不仅告诉工厂的这些老板 你需要生产什么 而且告诉你应该如何定价 正是因为这个T木对于商品 对于价格如此强大的这种调控跟管理的能力 所以呢 平台这个平台的这个角色 让监管部门认为 你平台并不完全是一个彻底中立的第三方平台 而是深深介入到了商品销售的 这个运营的各个环节 这个也有道理哈 因为你既然是提供保姆式的这种拳头管的方式 对吧 所有从营销到这个订单 到后面的这个交付到客服 你都帮着做了 你说你是完全中立的第三方的平台 只是提供服务 有时候真的很难撇得清楚 所以呢 这个T木尽管认为声称自己是一家 这个公开的平台 只是把买家和卖家聚合在一起了 提供一个这个交易撮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实际上呢 T木目前平台上销售的大多数商品 都是由T木的平台 以不同的力度进行微观管理 最后这个商家销售的 那么正是对销售的商品严格的进行价格管理 所以T木才能够真正保持低价 这个是T木目前竞争 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所以呢 监管部门很有可能认为 T木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拳头管加价格赛马的方式呢 使得T木成为一家垂直整合的制造商 加零售商的这个整合平台 那么所以呢 T木应该为自己平台上销售的商品的负责 这个负责不光是这个商品本身的销售 商品后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包括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啦 商品的安全性的问题啦 或者商品其他合规的问题啦 监管部门都有可能会认为 T木这个平台必须承担起责任 那么相关的行业分析人士也表示 T木根本就不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市场 它更接近一个零售商的业务 而不是亚马逊或者是eBay 换句话说 T木的这种运营方式呢 更是更接近于 呃 沃尔玛 对吧 沃尔玛肯定不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这个 所谓的 呃 开放的平台 沃尔玛是有自己的商品部的 它是要有有买手去采购的 采购过程中间 它必须要去核查商品的这个质量 商品的合规性的 所以在沃尔玛 货架上销售的所有的商品 沃尔玛自己要背书 为商品质量和商品的合规性负责 如果商品出了问题 沃尔玛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那么 如果说 T木最终被认定为像沃尔玛这样的 这个零零售商 而不是像亚马逊这样的 这个零售交易平台的话 那么承担的责任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近几个月来 这个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 要求政府把T木列入 某些法律规定的 禁止向美国进口商品的实体名单 什么含义呢 就是那些相关的法律 旨在阻止一些强迫劳动事情的发生 那么 T木他们认为 T木在这点上做的并不好 所以希望能把T木列到这个实体清单里 那当然了 这个肯定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了 一旦列入到实体清单 就意味着T木可能就根本没有办法 在美国开展业务了 所以呢 T木现在面临的这个挑战 还是蛮大的 因为T木代表卖家安排 货品在美国的销售 那么 全程参与深度参与这个商品的 这个运营销售管理 所以呢 这个T木想完全撇清自己平台和销售商品之间的关系 呃 是比较难的 换句话说 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认为 如果在T木平台上 因为某些商品违规 只是封杀制造商和品牌商 而并不制裁相应的这个交易平台的话 呃 在T木这种模式下 显然是不公平的 呃 如果说呃 美国的这些执法部门的呃 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呃 的意见是比较偏激的 但是呢 我不能说他百分之百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的确我们知道T木的模式下 T木呢 通过和这些海量的这些呃 供货 供应商工厂的这些合作呢 实际上的确他们 是深度参与这些商品 甚至说从 这个设计这个环节到 呃 价格制定到整个的这个呃 销售交付各个环节都是这个 有非常大的这种呃 谈判权利的 所以呢 你说T木和最终商品之间完全只是一个呃 提供交交易平台的这样一个交易方式 我觉得的确也是 不客观的 那么这次的information呢 还拿到了这个T木内部的一些 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款跟协议 那么其中一项协议 T木商家行为准则就规定 商家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 在T木上进行销售 T木不是商家跟买家之间的任何交易的参与者 而且商家有责任确保产品符合 这个销售地的安全跟质量标准 不侵犯知识产权等等等等啊 从这个T木和商家签订的这个协议里头 T木是把自己的责任都是这个撇得非常干净的啊 但是呢 我们知道跟T木合作的工厂 在选择销售什么产品 以及在销售多少相关的定价方面呢 他们的自由量菜权 自由材量权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向T木提供他们想要销售的商品 以及相应的这个样本样品 那么和他们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 T木呢 通过自己的算法来确认 他们会不会接受工厂提供的这个商品和相应的价格 那么甚至说有些商品在T木上架之后 到了仓库 T木会要求你必须要降降价 你不降价的话 我推你商品的力度会大大降低 甚至说很多卖家页面上 几乎每几天都会收到T木的 这个显示降价请求的弹出窗口 你一旦拒绝了 那很快你的商品的这个权重就会降低 甚至会被下下架 那么一旦他的权重降低 他们的这个整个商品的销售额会快速的下滑 那么这时候你发到T木仓库里头的商品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所谓的人质一样的东西 因为你一旦卖不掉这些商品 重新你再拿你一定要让T木再退回给你的话 资金的积压 也退回来来回回的相应的这个物流的费用 对吧 尤其是你这些商品可能已经 甚至说已经到了海外了 你再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你只能这个捏着鼻子 接受T木给你的一些降价的建议 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 那么此外呢 Information还披露 T木员工的还让供应商相互竞争 如果供应商拒绝将降低某件商品的价格的话 T木的员工可以去再找类似的这个供应商 用相应的价格去这个压这些新的供应商 以更低的价格提供这些商品上上价 所以呢 那整个的这个这种运营方式呢 我们可以发现跟亚马逊真的是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因为亚马逊实际上 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平台 你负责决定价格负责商品 负责上价 上了价之后卖不卖得掉 你自己承担 对吧 那么 如果卖不掉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T木呢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接受他的一个 这个价格的建议的话 你可能你的商品根本就上不了价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笔就知道了 这个商品上价 包括营销的责任 它的主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T木的平台下 这个主体的责任 就是在T木手上 并没有放给商家 而在亚马逊上 完全是由商家来决定的 反过来 从这个收费的方式来看呢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同 亚马逊给卖家提供交易平台 也会收取相应的这个服务的费用 包括fulfillment和物流的费用 那么 T木呢 则是这个 所有的这些由T木自己来承担 包括营销的和这个相关的 这个物流配送的费用 T木挣的呢 实际上就是从商家拿货 到最终他零售之间的这个差价 所以呢 这但是亚马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你反正 亚马逊只按照你的这个交易 收取一定比例的交易费用 剩下至于你 这个毛利定多少 你愿意什么样的终端销售价格 来经营销售 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呢 T木的这种运营方式呢 实际上已经 在一些case里头被质疑了 像今年 应该是去去年的时候的 这个一些女装零售商 他起诉T木 那么因为T木的一些平台上的商品呢 侵犯了这个女装零售商的商标跟知识产权 那么按道理来说 如果是在亚马逊平台上出现这个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 他直接会起诉亚马逊的这个商家 然后呢 会相应的提供相关的资料 亚马逊就会把这个商家 商品下架 那么如果有额外的一些法律方面的 这个损失的索赔 就直接这个对到这个亚马逊对应的商家上 和平台是无关的 但这次呢 这个这个女装零售商直接起诉的是T木 因为他认为这个T木本身的这个运营方式 就决定了T木对于商品是有非常大的话语权的 所以这个官司目前现在还在打 整个来看呢 这个T木目前的全托管保姆式的运营服务 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 深深的介入到商品营销和交付环节的 一个综合性的平台 所以呢 一旦商品在知识产权安全性 乃至其他合规事项存在风险的话呢 平台就有可能会被监管部门认定 你需要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呢 你看去年全年T木一直在推全托管 然后从今年开始T木 转了这个推的方向了 现在目前开始由全托管 转向推半托管 半托管呢就是物流和海外舱 由商家负负责 就是由你的这个 供货商来负责 那么T木这个平台呢 只是负责营销销售和售后 所以呢 这样的方式呢 和之前完全保姆式的全托管 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制造商 或者是你的出口商 你必须要在海外自己去建一个海外舱 或者是你找一个海外舱的合作伙伴 先负责投诚物流 就是你的物流 以前是直接丢给T木在国内的工厂 国内的仓库 你现在必须要自己把货弄到海外去 然后呢 T木只是完成这个营销跟销售的环节 然后你自己在有海外舱 自己按照比如说一键发货的方式 T木给你最终订单的这个用户地址 你去安排这个forfuelment发货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 当然看起来是这个比全托管要好得多 那么T木起码不会牵涉到 不会参与到这个零售的这个跨境和物流这块 但是半托管是不是就彻底避免了 目前存在的这个风险呢 也不完全是 实际上半托管还有自己的这个监管风险 今天已经讲的太多了 已经有40分钟了 所以呢 下次吧 下次我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半托管 目前存在的一些监管风险 顺带比较一下全托管半托管和整个目前跨境电商存在的 不管你怎么变 它存在的一些固有的风险 应该说这个跨境电商是中国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应该说是革新吧 但是呢 这个这个革新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符合市场的需求 然后能够满足目标市场的这种监管的要求 我觉得很难讲 你看中国的政府部门实际上是对于跨境电商是有非常大的期望 你看商务部5月30号将出台政策举措推进海外舱建设 那么看起来呢 这个托管 拓展跨境电商出口 推进海外舱建设成为中国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 但是尽管是这样 我觉得有些天然的风险始终还是存在的 有些合规你是躲不过去的 不管你是走现在的 低值跨境包裹免税进来 还是通过海外舱进来 那么最终实际上主流的方式 还是应该走正常的这个报关 集装箱进来 然后通过这种批发零售分销的方式 这才是一个相对主流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可能只是补充 但是呢 这个很难成为主流 而且就算是补充的情况下 你货品的这个商品的合规是一点都不能放松的 如果商品合规有问题 税务合规有问题 数据合规有问题 始终都是隐患 好 今天内容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还是那句话 如果在国内的 不介意一个月花一杯咖啡钱的 建议订阅一下我的Vplus 还是非常物有所知 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里 对 格外说一句 我的Vplus 微博上Vplus的内容和 我在油管上的这个 订阅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几乎就没有交叉的内容 所以先说一下 好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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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夹准备